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刚刚的程式嘛 我把它放在步骤二里面 就在这里 清楚的话 其实就是只是把那个什么 把回圈加上去 OK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就是说 那如果说呢 另外一种写法 什么写法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做执行的话 那他这边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这个地方的公式 这个公式放到这里面来 这是方法一 但是另外有一种 就是说 如果我不希望 因为如果将来你把这个公式放进来的话 有几个缺点 就是说呢 明明他字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其实背后 放了很多的公式 其实有个缺点 第一个 就是会让这个档案越变越庞大 因为将来里面都是公式 对 第二个呢 计算的速度也会被拖累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我希望什么呢 我不要用丢公式的 因为这个是直接把公式放到储存格 让他去run 产生看到结果 但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改一下 改什么呢 我不要用公式 那我希望什么 我直接呢 把这边的资料 就跟那个之前我们在Excel里面 把这三个资料串在一起之后 再把这三个资料呢 放到这边来 看到的就结果 而不是公式 那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一样切到Visual Basic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程式 第三段程式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拿什么 干脆再插入一个门号 OK 之前那个是门号公式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 请你自己再改一下 加一个底线公式 那如果呢 我今天要加 刚刚讲的 就是我要把三个栏位 直接串接 直接把结果丢过来的话 一样插入程序 名称我叫门号 按确定 增加一个 这个门号的一个程序 再来的话呢 我撰写 我需要 我先把它清掉 这个清楚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撰写什么呢 我不要丢公式 我要直接怎么 把在储存格上面的这些讯息 串接完的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诶 诚实该如何撰写 那接下来一样 一 什么呢 输入到哪里 所以打一个Sales 到哪一列呢 第四列 哪一栏呢 第一栏 OK 然后做什么呢 等于 刚刚是直接把这个公式放过来 可是我现在不是哦 我现在是要把它变成什么 0911 所以09 所以双引号 09 这个部分的话呢 跟我们之前 在那个Excel里面做的动作蛮像的 那只是差别就是说 09 输入完毕之后空一格 之前是End嘛 对不对 不过特别注意呢 在VBA里面 跟Excel里面最大的不一样是 你End的符号 前后一定要加空白 这个是差一点 OK 那如果你少一个这个步骤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一定要加空白 打多一个L 就多一个 OK 没关系 好 好 特别之后 每个地方都细节 如果你只要漏掉 上课如果不专心的话 很容易就会 一下没听到 你可能待会就做错了 09 然后哪一个呢 再来的话 09 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储存格的东西 抓过来 放到这边来 然后跟前面串在一起 那我要怎么表示 这个动作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怎么表示 其实这个储存格 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储存格 其实只要怎么 把这边改F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做呢 end 后面把前面这一 这个 sell储存格 把它复制过来 这边改一个F OK 其实我们先打到这里就好了 把这两个串接完的结果 帮我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就是这段意思 那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吗 911 那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零不见 因为这里面都是数字 数字里面没有零开头 除非是文字 除非里面有除了文字之外 除了数字以外的文字的话 它就不会有零消失 所以后面我可以 再串一个减号 end 然后减号 一样空白 双引号 一个减的符号 那减这个符号呢 不是数字 所以我如果再输出 你会发现零就出现了 因为减不是数字 OK 所以 那我们这个部分已经差不多 跟前面那个公式蛮像的 可是后面怎么做呢 类似刚刚之前我们做的 就是说呢 再把这个格式化成三个字 放到这个后面串接就好了 那之前我们是用那个test函数吧 应该还有印象 这个我们是用什么 用这个test 这test被清掉了 我再输出一次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test 可是在VBA里面 有一个类似的函数 但是 它名称不叫test 它叫format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要输出 刚刚这个结果的话 那我就在后面怎么样 再串接一下 end 空一个 and什么呢 后面请你用一个函数 把之前的test函数改成叫format 那怎么打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打一个format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打一个VBA VBA 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点下去 你打一个F 它就出来了 Fo format 那这个函数的话 主要跟那个test函数有点类似 就是格式化的意思 格式化成什么呢 特别注意 我这个先不要加 我先做那个 就是如果不格式化 那我可以怎么样 后面再串84 那后面串84的话 直接把什么 end 那个储存格 其实那个储存格就G栏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复制过来 复制是拖拉加Ctrl键 复制 复制CtrlC CtrlV也可以 这个改成G 如果这样执行的话 你会把84出来 但问题84 它不是三个4 所以如果变三个 有没有 084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呢 请你在这个居室外面 包一个刚刚讲的那个format 你可以打一个format 然后牵刮壶 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呢 针对这个资料做格式化 格式化成什么呢 逗点 跟那个test一样 双引号 000 后双引号 再后刮五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我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把它执行 084出来 那一样的道理 后面H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 可以把后面产生的话 那其实就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做什么呢 复制 贴到后面去 改一个地方就开 改哪里 G 改H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这个都有规则性的 其实你不用死背这些啦 最重要是你要理解 如何取得你要的储存格 如何把你要的储存格资料 串接之后 再做输出 OK 把这个复制到后面去 然后呢 把这边改成H 好 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看看 007出来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 只有一个 那你想说 那如果我底下的东西 全部都要重复怎么办 那到底一样嘛 所以其实就是把什么呢 上面再加 Enter一下 打一个for回圈 forI等于4列到103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然后再把这一段 把它放到上面 放到它中间里面 OK 然后呢 再把这个tab一下 换下一阶 接下来就做什么呢 把这个I 把4改成I 这边的话 因为它已经是 可以放个数字 不像刚刚是文字 所以不用切 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把4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4改成I 后面的话呢 一样 把这个4改成I 也就是说 这里面总共会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就把它改过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就直接 再把这边 做一个执行的动作 OK了 然后清除的话 就不用写了 清除就有了 只是说 再把这边 复制这个按钮 把它再加到底下 这个的话呢 因为我底下 就是要执行刚刚的那个 门号 所以我就把 这个按钮 复制过来 然后再来修改好了 改成什么 门号 名称的话 也把它 这个上面的按钮 名称也把它改成 就是门号两个字 把它也一样清除 门号 那其实你会想说 到底有什么差别 点下去 你会发现 这个 里面的东西 它会是 最后串接的结果 跟我们刚刚用公式 看到的结果 那哪个比较简短 但这比较简短 所以这个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 你档案不会膨胀 第二个 执行效率比较好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再把重点回顾 一 在这边插入一个门号 然后呢 直接用串接的方法 把这些一串 串过来 并且最后呢 执行一个回圈 OK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